第一部 洪武大帝 朱允文篇 第二十四章 剑文帝 剑文的忧虑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文继位 朱元璋逝世时很是安心 因为他认为朱允文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 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 一个安心的人走了 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 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文身上消失了 朱允文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正事了 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的发现 他仍然看不到太阳 因为有九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到了他的头上 这九个人就是朱元璋的九个儿子 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 宁王 燕王 古王 戴王 晋王 秦王 庆王和肃王 如果说皇帝是最大的地主 那么这九个人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 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为王 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 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 每个王都有三个护卫 但请注意 这三个护卫不是指三个人 所谓护卫是一个总称 护卫的人数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 这样算一下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 上面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 按照这个规定 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九千人到五万七千人 而在实践中 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 枪杆子里出政权 就算不要政权 多洋点打烧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 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 区区五万多人 自然干不过中央 可见朱元璋在安排军队建制时是有所考虑的 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 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九个人的某几个 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 是因为他们负担着更为繁重的任务 守护边界 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九个武装地主就如同九大军区 分别负担着不同的任务 其中燕王和晋王势力最大 他们各自带有十余万军队 可谓兵势强大 但这二位还不是九王中最生猛的 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冥王 此人代甲八万 急车六千 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 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 朵延三位 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 全部由蒙古人组成 战斗力极强 可能有人要问 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 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明朝按时发放工资 这些外员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休闲一下 而北员却是经常打白条 打仗前许愿抢到的战利品归个人所有 结果往往抢回来就要先交集体 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了 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 还要交工 万一死掉了估计还没有人管买 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 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 无数的蒙古人就是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的 在利益面前 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另外宁王本人也是极为凶横 据说他每次打仗都领头冲锋 活像第一滴血里的蓝博 杀人不眨眼 砍头如切菜 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都要让三分 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还经常搞联合军事演习 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动刀动枪 喊杀冲天 一旦有这样的动静 北渊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 其实这些喊杀声惊动的不只是北渊 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文 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示威 该采取点措施了 朱允文是一个好人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朱镖患重病 朱允文尽心伺候 他的孝顺并没有感动上天 挽留住朱镖的性命 朱镖去世后 朱允文将他的三个年级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 目的很简单 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 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 那年 他才十五岁 除此之外 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 由于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 伺候他的人总是担心掉脑袋 朱允文主动承担了责任 他亲自服侍朱元璋 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 他尽到了一个好儿子和好孙子的责任 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 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事 还有他的那些叔叔们 让朱允文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 一次 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 风吹马尾千条线 要求学生们对出下联 学生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好学生朱允文 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 朱允文先对 却对得很不高明 他的答案是与打羊毛一片山 虽然勉强对得上 却是不雅 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 脱口而出 日照龙林万点金 这句不但对的工整 还突出了一个笼字 却是绝对 朱元璋很高兴 表扬了朱棣 而朱棣也不失时机地看了朱允文一眼 那意思似乎是你也就这能耐而已 朱允文虽然还小 但却明白那个眼神的意义 另一次就严重得多了 朱允文放学后 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 朱棣一看四下无人 就露出了流氓相 居然用手拍他的后背 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 不亦而乃有今日 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 大概类似今天学校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 朱允文也没有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 一时不知所措 慌了手脚 正在这时 朱元璋老师过来了 他看见如此情景 勃然大怒 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 此时朱允文的反应却十分耐人寻味 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 反而帮朱棣说话 向朱元璋表示这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的 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 你不得不佩服朱允文的反应 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 但在我看来 这种天赋似乎是一种悲哀 在朱元璋的眼里 朱棣是一个好儿子 可是在朱允文的眼里 朱棣是一个坏叔叔 这倒也不矛盾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 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 一张是给父亲看的 一张是给侄子看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 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 曾不无得意地对朱允文说 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 站岗放哨 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做皇帝了 朱元璋笑了 朱允文却没有笑 他一反以往的附和 陷入沉思中 这是一个机会 有些话迟早要说 就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吧 朱允文抬起头 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 万想不到的话 外敌入侵 由叔叔们来对付 如果叔叔们要有异心 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 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 他沉默了很久 居然也说了一句朱允文想不到的话 你的意思呢 这下轮到朱允文傻眼了 皮球又被踢了回来 要靠我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 这爷孙俩被这个问题弄得疲于应付 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 朱允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用作论文的精神列出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 用得来争取他们的心 然后用理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再不行就削减他们的属地 下一步就是改封地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 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后 也不由地开口称赞 很好 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 朱元璋十分高兴 他的判断告诉他 朱允文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 但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想般顺利吗 有没有什么漏洞呢 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 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 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 确实没有比朱允文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了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 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 朱允文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 由于他的头型不好 朱元璋曾经十分不喜欢他 但朱元璋慢慢发现 这个孩子十分聪明 背书十分在行 便对他另眼相看 最后立为继承人 这里也说明一下能力的问题 在我小时候 我邻居家有个小孩 才五岁就会帮家里打酱油 居然还会讨价还价 识人皆探知 因为每次打酱油 都能帮家里省一毛钱 被誉为奇才 十几年后 我偶然听人说起他代业在家 找不到工作 不过仍然去买酱油 唯一的区别是富士店的老板 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 打酱油只是个比方 这里主要是说明读书的能力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书读得好 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 能列出计划 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 其实朱元璋也并没有 把这个复杂的问题 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 他为朱允文留下了一群人 帮助他治理天下 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 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 第一个人 洪武年间 朱元璋曾带着几分神秘感 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文 自己已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 但这个人有个缺点 就是过于傲气 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 要压制他一下 将来才能够成大器 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方笑如 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选 一般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 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 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 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了 说来倒也滑稽 这位方笑如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克勤之子 杀其父而用其子 不知这算不算也是对方笑如的一种压制 方笑如自小熟读经书为人称道 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连 而他自己也常常以名王道 治太平为己任 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 自己名声很大 老师又在朝中为官 洪武十五年 二十五年 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 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我们知道原因 但当时的方笑如是不知道原因的 他就这样等了十年之久 由此可见 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 不可琢磨的 朱元璋告诉朱允文 方笑如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 并能为你治理国家 开创太平盛世 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 第二个人 洪武年间 京城里的紧身店由于没有安装碧雷针 被雷给批了 如果是今天大概是要搞个安全宣传的 教育一下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修好玩事 但在当年 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朱元璋认为是上天发怒了 便决定去导庙祭祀 他大概是认为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 所以这次祭祀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 挑选条件是极为苛刻的 那就是在九年之内 韩九年 没有过任何过失的 这在洪武朝可真是难过登天了 那个时候 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 你就是没错 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错来 这么看来能符合要求者还真是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 至少对老朱纯洁 虽然不多 却也不是没有 齐德就是其中一个 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 并记在心中 祭祀完毕后 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太 从此齐太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 此人是个文人 虽未带兵 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 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 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面试 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 齐太不慌不忙 从东说到西 从南说到北 毫无遗漏 得了满分 之后又问各地的形势 齐太这次没有说话 从袖子里拿出一本手册 上面的记载十分详细 朱元璋十分惊讶 大为欣赏 要知道 这次面试是突然性的 齐太并未预先做准备 说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把这些文艺当书来背的 还写成小册子 随走随看 齐用功之热情胜似 今日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 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 第三个人 这个人比较特殊 他从入朝为官时起就是朱允文的死党 此人就是黄紫成 黄紫成是江西人 洪武十八年 他一名惊人 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 后被选拔为东宫半读 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 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 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可见其学问之身 朱允文为皇太孙时 他一直陪伴在旁 而一件事情的发生更是加深了他与朱允文之间的感情 有一次 朱允文在东阁门外哀声叹气 正好被经过此地的皇子成看见 他便上前问原因 朱允文看他是自己人 便说了实话 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 万一将来要造反可怎么办才好 没想到皇子成听后微微一笑 要朱允文不用担心 他说 朱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 如果他们敢造反 朝廷发兵攻击他们 一定能够取胜 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十七国之乱的故事 来鼓励朱允文 表示只要朝廷出兵 叛乱一定会被平定 朱允文听见这些话 顿时大感安慰 他把这些话记在心中 并感谢皇子成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金的例子 试问周亚夫在何处 你皇子成能带兵打仗吗 总结以上三人有几个共同特点 都是保读诗书 都是文人 都有远大理想 都是书呆子 书生误国 并非虚言呢 建文帝登基后 立刻召回方孝儒 任命为汉林市长 并提升齐太为兵部尚书 黄子成为汉林学士 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建文帝的智囊团 当朱允文正式成为皇帝后 他找到了黄子成 问了他一个问题 先生 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所说的话吗 黄子成肃然回答道 从不敢忘记 那就动手吧 朱棣迟早要返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我的判断没有错 他一定会造反的